今天我想用白萝卜和南瓜来做一道素食加肠菜料理 台湾的白萝卜都很大很肥美哦 那我们今天选的白萝卜是瘦长型的 大家好我是Kissing 欢迎收看Kissing Wong TV 我的频道主要是要向大家分享一些素食加肠菜料理的食谱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吃素 还是你想看看吃素的朋友都怎么吃呢 那你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哦 特别是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还有给影片点一个赞哦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做素食加肠菜料理咯 这根白萝卜大约是650公克 我们这一次选用的是瘦长型的 先把它削皮 尽量把表面削得光滑一些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先来把白萝卜的头尾都去掉 这条白萝卜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段来切 一段大概是四公分左右 那每一段都尽量一样长 这尾部比较细 不适合今天的菜色 我们可以拿去熬高汤 今天就用这四个就好了 如果你有模型就可以直接压下去 让四个大小都可以一样 要在白萝卜的中间挖一个洞 可以先用小汤匙把形状画出来 然后再开始慢慢挖 挖洞的时候呢 尽量把周围都尽量完整的一个圆形 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漂亮哦 我们挖好了 深度大概是两节手指头的深度 那你如果要里面的料放比较多的话 就可以挖深一点 挖出来的白萝卜呢 可以拿去熬煮高汤 准备一片高丽菜 要来熬高汤用的 我们大略给它切成条状 再来准备10克的姜切片 也是要用来熬高汤的 好这样就可以了 放入400cc的清水 再放入刚刚挖出来的白萝卜泥 姜片高丽菜 开大火让它煮滚 这时候可以来调个味 放入3克的盐 少许的胡椒粉 把调味料搅均匀 调味料搅均匀后 盖上盖子 关小火熬煮15分钟 在熬煮高汤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来切料 等一下我们要把它炒一炒 放在白萝卜里面的料 准备6条荷兰豆 将头尾去掉 拿去洗之后把它切碎 放在旁边备用 准备红椒25克 黄椒也是25克 切成条状 再切成细丁 一样也是先放在旁边备用 来切黄椒 接着切成小碎丁 好了 我们放在旁边备用 准备4朵洋菇 先将它切片 再切成小碎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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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旁边备用 准备30克的红萝卜 洗干净后削皮 现在先切片 切丝 再把它切成小碎丁 这颗南瓜大约是800克 今天只要用200克 所以切四分之一颗 把它削皮 把南瓜的种子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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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切片 然后切片 好 我们给它装入盘中 高汤已经熬了15分钟 可以了 我们用一个滤网 把它倒在白萝卜上面 现在我们就把白萝卜和南瓜拿去蒸 泪锅水 把白萝卜放进来蒸 可以再加多一层 把南瓜放进来蒸 小火 盖盖子蒸15分钟 15分钟到了 我们把火关掉 把蒸好的南瓜和白萝卜取出来 我们把这高汤 放到南瓜里面去 然后把南瓜压成泥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太稠 准备一个浅浅的盘子 把南瓜泥放进来 白萝卜比较不烫了 我们把它取出来 好我们给它放在旁边 放凉备用 现在先去炒料 放入耐高温的纯橄榄油 大约20ml 把红萝卜放进来 微微变色后 我们加入黄椒丁 红椒丁 洋菇 这些食材半熟后 这些食材半熟后 花鲁和懒豆 还有一汤匙的松子 下月略炒一下 我们可以来调味 5细细的酱油 5细细的素蚝油 再来一些胡椒粉 把调味料炒均匀 差不多了 我们给它关火 用小汤匙把炒好的料放进去 好漂亮好营养的一道素食家常菜完成了 上面加上炸好的姜丝 让整道素食家常菜变得更像艺术品了 过年期间大家不妨可以做这一道当成年菜 与家人共聚一堂吃年夜饭 白萝卜象征好彩头 吃了会让你在新来一年幸运顺利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年菜 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停留到最后 我的频道接下来都会向大家继续分享一些 简单上手快速上桌的素食家常菜料理食谱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就立即订阅这个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